歡迎收看 音樂大聯盟 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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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衛福部日前統計 108年 國人十大死因 癌症仍然高居首位 而且你知道 在這麼多的癌症當中 死亡人數第一名是什麼癌嗎 肺癌 沒錯 是不是 而且更可怕的是 根據WHO最新公佈 2018年全球肺癌發生率的 世界地圖中 台灣的肺癌發生率 高居世界第15名 真的假的 亞洲第二 亞洲第二 對 真可怕 而且如果只單看 女性的發生率的話 是全世界第8名 好可怕 世界100多個國家 第8名 對 真的 令人納悶的是 抽菸雖然是肺癌 最大的致病因素 但是在台灣 肺癌患者的 抽菸率不到5成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今天也要好好地來探討 當然也要告訴大家 我們要如何保護自己 讓肺癌遠離我們 大家說好不好 好 今天的優勝隊 我一樣可以帶回 我們的精美好禮 要一起加油 好 我們就先來介紹兩隊來賓 謝謝 全部都答對的 克帆哥 周宇柔 我們是老鳥隊 對 兩個都有今天 好 菜鳥隊 美皮都要對的 張文綺哥 豪杰哥 你好 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我們的專家群 急診科醫師 張士恆醫師 你好 帥哥 我們最美麗的營養師 蔓蔓營養師 正美麗 美麗 胸腔內科醫師 黃薛醫師超 師超的好 好 我們馬上進入第一個提醒 百人民調搶答題 菜總民調前五名就可以得分 菜總越令人意想不到的答案 得到的分數就越 多 沒錯 好 第一題 請問 容易造成罹患肺癌的原因 有哪些 而在百人民調中的前五名 又有哪些呢 要在我說完請搶答之後 才可以按鈴 請搶答 好 太慢 可以 果然有經驗 不是年紀大了 是 我們都沒有提 你幹嘛提 我們先把簡單的都把它講對 好 可以 但一次也只能講一個了 我知道 當然就是抽菸 一定有 一定有 對不對 一定有 大家都覺得一定有 抽菸到底有沒有 有 來 我們請張醫師 抽菸的確是 還是肺癌的最大原因 這個毫無疑問 世界衛生組織做過統計 大概 大概幾乎90%的肺癌 都跟抽菸有關係 剛剛不是講到 我們不到五成嗎 那是因為台灣的 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基因 跟環境的關係這樣子 吸菸雖然說是肺癌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 男性吸菸大概增加 23倍的肺癌的機會 女生少一點13倍 1997年開始推行 《菸害防治法》 到今天 其實抽菸率大概降低 一半以上 真好 可是同期間 肺癌是變多的 為什麼 所以這可見肺癌 它的唯一的原因 絕對不是吸菸而已 一定有其他重要的原因 所以這是一個 我們要特別關心的問題 了解 確實是抽菸 固然從以前到現在到以後 它必然是肺癌的元凶之一 當然我們要分享 有時候一個案例 有這個病人就是 他常因為常抽菸 每兩個月 三個月 他就 他就 氣喘 就會類似你們說的氣喘 其實這慢性 阻塞性 肺病 他就會住院 他住院的時候 他老婆會來看他 老婆只要看到我來的時候 他的老婆會跟我講一句話 不好意思 我胸痛 然後護士小姐告訴我 主任 他每次看到你來 你對他都知道你胸痛 對 我說 是這樣子嗎 然後有一天的時候 他真的胸痛來門診 然後給我看 當然是一個肺癌 然後滿驚訝的 為什麼 應該是他先生是老煙腔 然後常常喘 常常住院 應該他先生是肺癌 比較有可能 他怎麼會肺癌呢 後來病果我想到了 原來他是不是 先生就是在家裡抽菸 家裡抽菸的話 他受害者是誰 全家 全家 第二手菸 對 二手菸 男生 如果你愛你的老婆 不要抽菸 如果你今天要家裡跟男人 你要確認 你要確認 那個男人不抽菸 那很不好挑 沒有 其實我以前聽過 黃醫師這樣的論調 所以當時我就 後來就毅然決然就 戒菸 挑戰 好難忍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想說我抽菸 那反正是強害我自己的身體 對 可是後來發現 原來是我抽菸 然後我周遭的我老婆小孩 他們搞不好 他會比我更早得肺癌 我去問了很多門診 都知道哪邊有戒菸貼片可以弄 可是就是 人總是就是覺得很懶 就覺得去弄那個 然後聽說貼得會噁心 會有一些步驟 但我後來就覺得就是 有一天就覺得 菸好貴 了解 然後就發現 心態的狀況 那你幹嘛剛剛講的跟你 就是 應該是 有很多個因素 我聽故事我都很認真 你有抓到重點 黃醫師講的那個故事 也有一些漏洞 那女的都已經說胸痛第三遍 她才理她 不是 我其實是要想說 那黃醫師有叫她來免診嗎 那個病患是不是對她仰慕 胸痛就要看胸 對 沒有 我是說我也希望 我的妻 小我的兒子 不要因為我的抽菸 再來就是健康 還有環境 還有省錢 但是我那時候戒菸的時候 戒了快 我半年算快了 但至少有成功 對 有成功我覺得就是 戒菸真的非常難 非常 但是我覺得你只要 找到一個理由 你就很容易成功 對 心態一轉 其實就翻過去 對 以前那個話不可能 當初我跟東映也是常常 為了他抽菸這件事情 尤其是我生了小斗仔之後 我們就常常起爭執 但後來我就想說 我不要為了這件事情 跟我老公吵架 是 我就用為他祷告 結果過了兩個月 他就真的 他在祷告中他就說 好 我答應上帝我要戒菸 從那天開始他就戒菸 真的嗎 對 但是他也是為了我 也是為了孩子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也是需要給丈夫一點時間 大家也不要看了 今天節目就說 你馬上給我戒菸 為了我們就離婚 妳都不愛我 對 夫妻的關係 還是很重要的 像她這個故事就沒有漏洞 有上帝 但想要婚姻幸福 也有別種方法 好 幫她祷告或者是 你有犧牲前家人的健康 這種老婆應該很難找吧 好 請搶吧 你不錯 你也難得太突然了吧 怎麼會這樣子 那也不知道我手 剛好就突然一直電了一下 她就牽 一直牽 她專心知道你們的答案是什麼 稍微會煮飯的女人 油煙這兩個 你是說油煙 媽媽 媽媽 媽媽們 因為我曾經做過燒烤店 然後我們家又是在賣鹹酥雞的 炸的過程當中 不是說他空氣這樣子抽就沒事了 它是在 整個空間你都會聞得到那個東西 所以我們家是好的點 是我爸花了十幾萬 還把那個抽油煙機 做到頂樓上去 要不然基本上二 三樓 或是隔壁鄰居一定都會聞到 妳講這樣好像這題一定對就對了 基本上 以我的認知應該是什麼 我跟你講等一下不對 就很好笑 油煙 油煙 炒菜油煙 這個答案有沒有 有 炒菜油煙 黃璇醫師 我們中國人炒菜就喜歡 炸油煙 你知道嗎 這種炸油煙出來的化學物質 我們有統計過 在台灣 我們因為這樣子的女性 而得到這種肺癌是8.3倍 8倍 所以這樣子聽完以後 各位婦女們就說 好棒 從此以後不要煮菜煎炸了 對不對 這也不是辦法吧 不是 這告訴妳說必須要抽油煙機 這個部分要搭配好 所以也是要回去跟老公講 妳愛不愛我 抽油煙機要用好的 送風機要用好的 這樣廚房我才願意下 不只要顧全家人的健康 也要顧自己的健康 了解 上醫師為什麼肺癌的致死率會這麼高 簡單一句話 肺部是一個無聲的器官 當然你感冒的時候你會咳嗽 可是當裡面只是長一顆腫瘤 腫瘤而且一開始應該很小 從一公分 甚至不到一公分開始長 你幾乎不會有症狀 所以我們的肺癌病人大概六成 在診斷的時候是第四期 所謂的第四期就是說 他的肺部的腫瘤 除了在肺部之外 已經跑到某個遠處的器官了 轉移了 像是我們的脊椎骨 像是我們的大腦這樣子 或散 等到那個時候發生的時候 你要去做一些成功的治療 甚至根治是不可能的事情 是幾乎不可能 特別在某一個族群 就是說我們說女性 她又是東亞人 像是台灣的女性 年輕人從來沒有抽過菸 她幾乎都會帶有某個基因 我們叫EGFR的突變 有這個突變的肺癌 它其實有藥可以治療 副作用 有 可是它是可以忍受的 不像傳統化療這麼痛苦 它可以把我們的 不管是沒有惡化的存活期 跟所有的存活期給延長 所以先不要灰心 因為台灣有這麼一個 特殊的疾病存在 等於有人會說 這一類型的肺癌 應該當作另外一種 不同的疾病來看 因為它對標靶藥物通常 會很有效果 其實補充一下 就是因為我們肺部 就好像兩個棉泡 肺泡 所以我們要早期發生它 真的不簡單 很難發現 所以剛才張醫師有說 因為大部分六成人 會是第四期 我們會患著一 二 三 四期 如果是我們講晚期肺癌 就是第三期加第四期 所以就是說我們台灣人的肺癌 當它來到我們面前 來到我的門診 這是我的本課的 他們八成左右都是在 第三期和第十期 所以你們聽完以後 怎麼會這麼嚴重 我們台灣的肺癌 怎麼會這麼嚴重 其實跟我們十年前來比的時候 我們的肺癌的治療 已經做得很好了 以前的時候 我們的存發率 只有三個月 或者是半年 現在我們可以用 一年多 兩年 三年跟它講 甚至我有個肺癌病人 現在已經超過三年 五年 都還在治療 所以我們現在所說的 剛才張醫師所說的 那些突變 在我們亞洲裡面 占有率滿高的 也就是說我們的 標靶藥物治療的有效 如果跟外國白種人來比的話 我們有75%的基因的突變 這代表有效 它們只有25%而已 所以這部分 在我們的體質上是滿不錯的 就是去看醫生 如果看到黃醫生的話 就聽他講話也覺得很有趣 情緒就很開心 就病就好了 對 人家說快樂治百病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 請搶答 怎麼會這樣子 你有答案嗎 我覺得是 不知道 是空氣污染 空氣污染 對 現在空氣污染 而且常常聽到新聞說 怎麼PM2.5很嚴重 叫大家要小心 沒錯 PM2.5這個答案 有沒有 有 有 有一次而已 對 來 嘉醫師 空氣污染是肺癌的一個原因 現在有越來越多的證據 證實這一點這樣子 然後 你在空氣品質不好的話 盡量不要到戶外 尤其是做比較劇烈的運動 對 這個有辦法有效地 避免空氣污染 之前你知道嗎 怎麼樣 我們一起拍那一齣戲 是 有一場戲我們是要在 礦坑裡面 澡堂 不是 我們挖完礦之後 要出來洗澡 洗完澡才回家對不對 你知道 你們看它播出 很多鹽對不對 很溫暖對不對 你知道裡面所有的鹽 都是蟲子 那場戲拍多久 拍一天 一整天 你知道嗎 只要一咖的話 我們要就是 就是這樣子 像是火場一樣 就像在火災線火場一樣 對 其實我們本能 不過那個真的 因為我們整個肺都是吸到蚊香 我不知道蚊香 它到底 殺蚊子跟殺人的效果 我不知道哪 你 我不懂 它毒性一定是有 可是它毒性一定是 殺蚊子比較毒 殺人比較便宜 而且 它這整段故事太棒了 真的 成功地置入了 你是一個敬業的演員 真的 我還以為要說 這樣很像 這不是成功 是每個人都很成功 其他都在幹這 不要吵架 請搶答 為什麼 漂亮 我手一直放在這邊 就剛剛你請搶答 是我手離開了一下 就出事了 你們到底有沒有答案 其實你剛剛講的那個 它就是一個鍵字 我覺得 不然就是還有一個 遺傳 就這兩個 遺傳得好快 其實你只是按得快而已 對不對 不會有這種答案的 要不要換那個香 香 香嗎 香香 拜拜的香 這個不真的有可能 薑或精 趕快決定一下 來 趕快給我一個這個答案 沒關係 來 來 那遺傳 遺傳 它又變遺傳 這個答案有沒有 沒有 來換我們了嗎 給你一點提示 老師有 不用提示 那個 遺傳是沒有在前五名 但是在前十名裡面 是有的 是有的 因為沒有在前五名 請搶 厲害了 看那幾招就這樣了 遺傳是前十對不對 這個一定在 不是一就是二了 給我 對 告訴他 第五是吸煙 可是有些人自己不抽煙 但是他容易吸到二手煙 二手煙 我們的答案是二手煙 是不是很有機智的一個答案 一手 二手 三手 都算吸煙 都算吸煙 趕快想 很快吸煙 你也不能說 空氣污染 烤肉 什麼 吃燒烤 因為我有聽說 怎麼樣 你吃一次烤肉 你聞到油煙的量 等於抽了 更合 一萬根就有點放在烤肉店上班 你如果不戴口罩 通風不好 不得了 愛吃燒烤這個答案 有沒有 恭喜自己高分 30分的高分 30分那麼多 這個確實是 在今年就有一個新聞 是一個高雄的女性 她30多歲而已 她就突然發生 就是她有發燒 咳嗽跟胸痛 一開始她真的以為她就肺炎 然後就趕快到醫院去做檢查 結果後來去做了電腦斷層掃描 發現她的肺有很多的結解 診斷起來就是肺腺癌第四期 對 然後後來就是跟她在詢問了之後 發現她一週吃了三次以上的燒烤 對 她就是習慣這樣 這麼愛吃 對 然後後來就是 醫生有跟她說 就是因為燒烤當中 我們食物當中會有油脂 那個油脂低到木炭的時候 就會產生一種致癌物質 叫多環芳香氫 動物實驗也有告訴我們 就是這種氣體 如果吸進去太多的話 長期來說的話 鼻炎癌跟肺癌都會增加 對 另外來說的話就是燒烤食物 很多人可能烤焦了 還是繼續吃對不對 那種烤焦的部分 對 其實都有致癌物 叫做一環胺那種致癌物 吃久了就一樣也會增加 像大腸癌跟胃癌的風險 而且媽媽那個錢不能省 有時候想說 我煮這個沒什麼油 就不要開了 省一些墊 沒有 你不用那個吸 你就是用你自己在吸 對 我剛剛擱到最大 真的 來 請搶答 原來你都沒有講話 沒有 我就在等這刻 先搶到的也不見得 一定會答對 是 應該剩下最後一個答案 其實也沒有這麼容易 真的要提示一下了 真的不 不簡單 真的不簡單 張醫師你演一下好了 來 我把那幾個字念出來 我要你用演的 我可以用講的 猜 我們有窺根 鼻手畫腳 氣喘 氣喘 支氣管 肺部疾病患者 所以就是肺部疾病患者 就它本身就有肺部方面的疾病 你是在意思嗎 它本來就有氣喘 那些東西 還有氣喘 或支氣管不好 支氣管不好 對 好 原本就有肺部疾病患者 原本就有 這個答案 有 沒有 好強 不好意思 肺部疾病會跟肺癌 會有相關性的比較大 那我們有一個統計說 如果是一個人抽菸的話 他有六倍左右以上 他會得到慢性的阻塞性的肺病 我舉例而言 但是慢性阻塞性的肺病 就是我的長期的老病人 就像你看了阿公 阿嬤 我很喘 動不動就來住院 來急診 來悶診 這些都是我長期的慢性患者 萬一他們有這個疾病以後 他們要得到肺癌 你了解嗎 所以可以了解說 還有人去統計說 如果有一些肺結核 肺纖維化 這些人要得到肺癌的機率 也是一般人得到五倍到十倍 為什麼 因為你的肺部 這個脊部 這個細胞一直被破壞 然後慢慢就突變了 然後慢慢的癌細胞就會跑出來 肺癌還有另外牽涉到 因為它種類不一樣 種類不一樣 種類不一樣 它的癒後不一樣 這個部分就是滿複雜的 但是大概部分你們常常聽到的 肺腺癌 因為它最常見 它太有名了 所以每個人都知道肺癌 就是肺腺癌 不見得如此 但是肺腺癌確實是 女性最常見的一個肺腺癌 男性抽菸就是靈狀肺癌 靈狀 如果是一些 還有我們小細胞 大細胞癌 大細胞癌 這個部分太亂了 反正你們都知道說 不要抽菸 抽菸那就容易得到 磷狀細胞癌 如果女性 比較容易得到肺腺癌 所以這樣子 哪個充胞率會比較好 哪個充胞率比較差 最差的充胞率 如果是小細胞癌 是充胞率是最差的 接下來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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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肺腺癌 別忘記了 最常見是肺腺癌 肺腺癌的充胞率 並不是最差的 肺部疾病就是屬於一大堆的疾病 他們這些人就是屬於 高危險群會得到肺癌 我們來看看一般的街訪民眾 對於肺癌的了解知多少 請看VCR 你覺得容易罹患肺癌的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可能是抽菸吧 因為抽菸對身體真的很不好 而且抽菸的人真的滿多的 是長期吸菸 抽菸 又是PM2.5 是抽菸問題吧 這常在食的油菸 千天就有一些肺部的疾病 我覺得應該是 我覺得是主菜的油菸 肺部疾病者 愛吃燒烤 空氣污染造成肺癌 有人說抽菸的人吃豬行 你的肺會變乾淨 你會真的來擠 怎麼可能啊 誰跟你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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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肺 補肺 豬血 吃豬血 吃豬血可以讓肺變乾淨 這是真的嗎 慢慢演 是 在韓國也有一個說法說 吃豬五花可以清喉嚨 你相信嗎 對 這其實都是錯誤的說法 對 因為豬血它其實是 我們華人的一個特殊飲食 因為我們就是豬脂宰殺 把它血流下來做成食材 可是這對國外人而言 是很可怕的事情 對 它雖然說就是沒有辦法 直接達到對肺部的好處 不過對於營養學上面來說 它是很好的 對 要鐵質 沒錯 它100克裡面 就會有29毫克的鐵質 對 所以其實是很補的 而且它是一種很好的鐵質 它叫做 這種鐵質是很好吸收的 我有去想過說 它跟肺部之間的關係 我很想 因為肺部是一個血液循環 非常流動很大的一個器官 所以說假設我們沒有 平血的問題 說不定就是 吃豬血的話是 可以讓血液流通比較好 讓壞東西進出去 那醫生請問一下 那吃豬血跟吃那個 豬血膏 不是 我豬肝 哪一個對補血比較有用 兩者之間它的那個 因為我老婆的平血 滿嚴重的 對 真是好老公 又加分了 你看 又加分了 你看 愛情 又成功地置入 它是一個強制 對 我是今天想說 不是 我是想說 一減二股 對不對 就順便問一下 因為我老婆 紅血指數6而已 6 很低 我的零頭 就要去買豬血湯 還是說豬肝 我不知道說 到底豬肝跟豬血 哪一個對補血比較有用 是不是 這兩種食材都是 鐵質含量豐富的 但是我會建議吃豬血 因為豬肝它是一種內臟 所以它的膽固醇的問題 就是假設說 有高血脂 或者是一些心血管疾病的族群 我們都不建議它吃這種 內臟類的東西 可是假設如果真的很健康的話 偶爾就是覺得豬血吃膩了 我今天換豬肝OK 這樣OK 來 經過這一段的討論 我們知道 容易造成罹患肺癌的原因 愛吃燒烤 肺部疾病的患者 炒菜的油煙 媽媽們要注意了 空氣污染還有長期吸煙 我們知道我們的生活 真的處處充滿危機 但是繼續看下去 我們要一起知道 如何守護自己跟家人的健康 這個階段要恭喜美體隊友隊 得到35分 全部都答對得到65分 你要來投球球 投球 你們可以投三顆 三顆 投三顆 你們可以投一顆 1 2 3 全部都答對 離我們今天的經驗 好理要盡了一大步 這禮物很棒 但是不要氣餒 對 一顆還是有機會抽到 是給真的 不像有的節目就是哈啦一下 例如 例如 例如是 玉琳哥沒有再做節目了 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認真來搶 這種節目來搶我 其實沒有在管 我就說禮物是不是真的 這是重點 觀眾都很想要 是 好 來 接下來進入選擇題 第一題 下列哪一個症狀 與肺癌較無關 1 咳嗽咳不停 2 咳出黃色濃痰 3 肺活量明顯下降 好 來 請選擇 兩題單都是2 當然 為什麼柯帆哥你們選2 我覺得咳出黃色濃痰 跟感冒那個病毒 免疫系統在殺病毒 比較有關係 對 就是感冒咳出黃色濃痰的時候 代表你感冒快好了 對 的 或者就是最嚴重的那個時候 她的邏輯可能跟鼻涕一樣 我大概知道 如果她的題目是 她的選擇題是寫說 咳出 那就有可能 你還自己改題目 不是 我說如果 這如果 衣服你知道嗎 衣服 大概有10部 女主角要死 或者是男主角要死的 大概有8部都是一個白手上的 對 對 對 合好講好像就演過兩次 真的假的 對 對 有 有 來 演一下好不好 5 4 3 2 Action Action 妳怎麼 這樣好不好 這樣 有事了 妳要倒一杯 水一下 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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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事 水 沒事 兩隊答案都是2 2 他們的答案是否正確 高興兩位高達隊 張醫師 我們說肺部是無聲的器官 不過你如果說是因為有些症狀去就醫 然後被診斷是肺癌 你先不要哀怨 因為你可能是幸運兒之一 怎麼說呢 因為 好 我們先說第一個選項 咳嗽 我們的肺部的腫瘤 如果說是長在肺部比較周邊的地方 它不會刺激到我們的器官 原來離我們的支氣管 氣管很遠 可是如果說有時候 長一顆肺部腫瘤 它剛好又靠近我們的支氣管 它就會刺激到那邊黏膜 讓它咳嗽這樣子 你去搞不好就是第一期 或是很早期的肺癌 一開刀做點化療 基本上就是最終就好了 就是痊癒了這樣子 第三個選項我們說肺功能的下降 譬如說我們的腫瘤 如果說擋住我們的氣管 甚至有時候比較晚期一點 肺癌會產生惡性胸水 胸水會激在我們的熱膜腔裡面 它就是包在我們肺部跟胸臂之間的 一個空間 那個時候會壓迫到肺部 會讓你的肺吸飽氣的量 變得比較少 影響到你的肺活量這樣子 那個時候也會發現肺功能的改變 殼黃毯不是不會 不是完全無關 它是 這個關鍵字叫叫 什麼意思 就是說我們在臨床上 偶爾會見到這種案例 來掛急診 發高燒 殼黃毯這樣子 光你照 可能右邊兩個肺炎就變成 然後做了一個比較仔細的檢查 去切了一個電腦斷層 發現原來它的那個 小的支氣管 擋住了腫瘤 讓裡面的髒東西出不來 所以東西都卡在裡面變成肺炎 它真正的原因事實上是 可是進一步引起所謂的 OK 那個時候殼黃毯 你也會發現肺 也會在那個時候意外發現 原來是肺癌 所以早期發現 早期治療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是 下一題 避防肺癌哪類食物不宜多吃 一 白色蔬菜 二 白色肉類 三 白色精緻食品 請選擇 怎麼一直來 什麼東西 兩對很有默契 因為白色蔬菜 中醫其實有講過 黑的補腎 白的就是補肺 怎麼可能 厲害 還有小問 食補腎品白蘿蔔 就是補肺的 對 真的 好 再來 白色肉類 白色肉類 通常健康的雞胸肉那些 對 魚肉都是白色肉類 那是好的 好的東西 不含什麼 Omega 3什麼鬼的 對 魚肉 這一段對話 他真的把他所有知道的 都講出來 不管誰配誰 所以是三去法 都偷配馬尾 是三去法 再來就是三 白色精緻食物 食品 應該加了很多漂白 或者是 就是一些檔劑 化學的東西 重金屬之類的 因為天然的食物 它沒有這麼白的 兩隊的答案都是三 都三 我們來看看他們的答案 是否正確 恭喜兩隊都答對 雖然你剛剛稀里呼嚕講了這麼多 我們來問問專業的 慢慢養食 剛剛雖然就是 你講得就是 沒關係 你就說實話 不要看著我 不要看著我 看那邊 不錯就是多少有種 專業專業 對 白色的蔬菜通常會指向是 白花椰菜 或者像洋蔥這些都是 沒有蘿蔔 沒有 蘿蔔也可以 對 中醫 它西醫 對 中醫那個我就不太了解了 不過因為白色蔬菜當中 也有很多的質化素 其實質化素對於抗癌的部分 到目前的研究而言 都是很有幫助的 第二個是白色的肉類 因為跟紅肉比起來的話 白色肉類它裡面 飽和脂肪是比較少的 對 目前我們看起來 也會覺得說 它對於我們心血管疾病 以前癌症的風險也會比較低 白色精緻食物 我們通常會指的就是 它是用 或者是 有人工反式脂肪的奶油 去做成的那些 那些就是甜點零食 或者是含糖食物這種東西 這些東西 目前都有被證實吃太多 都會跟罹患慢性疾病 糖尿病 肥胖跟癌症的風險 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那些東西 不只是肺癌不能吃 其實我們平常也都要少吃 對 來 下一題 肺部保健教推薦何種飲食方式 一 阿特金絲飲食 二 地中海飲食 三 生酮飲食 生酮一定不可能 什麼不可能 生酮是在 對啊 最有可能 好棒 三文綺 我有問題 肥胖跟肺部保健 到底有什麼關係 胖有人喘 為了他是這樣連在一起 對 沒有 因為我通常 跟人家的思考方向 比較不一樣 所以建議他先瘦下以後 就不喘了 不喘是不是 就太過分了 來給你們三秒鐘 一 二 三 請選擇 選 什麼 那就 肺部好像是三吧 三 三 有沒有一樣 肝馬就是瘦下來 他不喘了就不會得罪 對 雨柔 你們為什麼選二 是 推得一肝 推得一肝二 人家聽 好歹也講出個 胖會喘 對 吃這個就會瘦 就不會喘 這個我教你 地中海就是會貧血 你就講你會貧血 我以為是 我們是不是有這種狀況 那貧血跟肺部保健 又有什麼關聯呢 地中海飲食基本上就是 蔬菜比較多 在那個 譬如說 北歐或是那邊的人 他們都是用地中海飲食 譬如說像義大利 他們都是這樣子在吃東西的 生酮飲食要吞那個油 跟只有吃大量的肉 這是我覺得是 最不健康的方式 對 講得真好 對 講得真好 最後還打他們一槍 對 我們 妳講出來了嗎 很明顯 對 我必須老實說 阿特金斯 我跟他不熟 來 我們來看看 一對答案是二 一對答案是三 他們答案是否正確 謝謝 恭喜全部都答對 來 我們請專業的慢慢掩飾 美國有一個權威雜誌叫做 U.S. News & World Report 它每一年都會做一個 Best Diet的排行 就是最佳飲食的排行 它會請來十多衛星 醫師或者是營養學的專家 來進行投票 看哪一種飲食方式 對於我們的健康而言 是最好的 地中海飲食 已經連續三年是冠軍了 對 因為這個飲食模式 它是發展來自於 就是環地中海地區 像是剛剛 柯凡哥有提到的 像是希臘 或者是義大利南部 還有西班牙這些地區 他們飲食特色就是 他們真的是吃大量的蔬菜 而且他們會使用大量的橄欖油 還有顴骨類食物 豆科 植物 水果 然後會吃適量的魚 然後他們會吃很少的紅肉 在這樣的飲食模式下發現 他們裡面有很多特殊的 就是特色會出來 就包括 還有有很多的維生素 礦物質 跟其他營養素 對 還有就是有 這些對於像是預防癌症 預防心血管疾病 以及預防其他慢性病 還有就是腦部退化而言 都會很有幫助 然後另外兩個的飲食模式 比如說生酮飲食 跟阿金飲食 這兩個飲食模式 在排行榜當中 永遠都是電敵的 對 目前都看到他們對於 長期而言身體影響 都是非常負面的 剛剛柯凡哥不熟的阿特金 對 它是幹嘛 它怎麼吃 是怎麼樣的一個 它其實它跟生酮飲食 有一點點像 生酮飲食是會把糖分的部分壓的 可能會壓到5%以下 如果是阿金飲食 它大約會控制在10到20左右 也是很低 可是發明的那位醫師 他後來我記得他也是 因為他後來也是變得很怕 因為他也是鼓勵說 肉跟油脂要多吃 可是這個飲食模式 目前看起來還是一樣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們還是不建議大家 就是這樣子 下一題 何種呼吸方式較無法提升肺功能 1 樂式呼吸法 2 腹式呼吸法 3 撅嘴式呼吸法 來 請選擇 反正我們就是這樣子 看看對方是1 我們選3 如果對方選3 我們就選1 螢幕出到形態又一樣 對方選1 逼真上游 他不一定會成功 但是放棄自己 我跟你講就是我用動的 因為好快樂 我沒有說你不要跟我一樣 我從來沒有這樣講 沒關係 沒有 知道他講的 都他們講的 不是 我們後來居上 一定要跟他不一樣的答案 對 求其不易 因為你跟你學1 一模一樣的答案的話 就算對的話一起加分 然後錯的話一起沒有得分 對 我們現在目前是落後的 落後對1 那可以告訴你 為什麼選3嗎 那就是為了要跟他不一樣 就這麼簡單 來 柯凡哥為什麼是1 複製呼吸法它是這樣子 它可以用最大的肺的空間 這是肯定的 靴嘴式呼吸 一定是對肺活量有幫助 那熱式呼吸法應該是 肋骨這個空間去 它得到的那個空間是最小的 所以沒有辦法提升肺活量 好 一對答案是1 你的答案是3 他們的答案是否有正確的呢 恭喜 全部都答對 謝謝 謝謝 知道了 後來 張醫師 來 全部都答對是 柯凡哥這一對 對 是 這一題的問題在問說 我們要怎麼樣 提升我們的肺功能 那什麼叫肺功能 讓氧氣進到我們身體裡 讓二氧化碳可以排出來 這個叫做肺功能 對 所以一個好的肺功能就是說 氧氣要能夠順利地進來 二氧化碳又可以順利地排出去 是 那我們身體兩邊的肺 我們兩邊的肺加起來 大概3到4億個肺泡 1 3到4億 很多很多 所以說你理想上是 每一顆肺泡都應該工作 當然是不太可能 當然就是說你盡可能地 讓這些肺泡一起工作 你才可以把你的肺功能 發揮到極限 那怎麼樣讓它們盡量地發揮 熱式呼吸法沒有辦法 為什麼呢 熱式呼吸法叫做 胸式呼吸法 它又叫胸式呼吸法 它基本上就是 用我們的熱肩肌去呼吸 它運動到的是 上面那一半的肺泡 上面那一半它不是真的 就1 2分之1 它是大概占1 1分之1的肺泡 很少 所以我們的中間切一半 因為我們的肺上面是尖尖的 它的量比較少 所以1 1分之1的肺泡 在活動事實上沒有辦法 為你帶來多少的氧氣 所以說你要用 複式呼吸 因為複式呼吸 可以把下面那4分之4的肺泡 也同時都利用到 你才可以最大可能地 增加你氧氣的吸收量 而且我們肚子的彈性也比較大 對 為什麼捲嘴呼吸也是一個 增加肺功能的好方法呢 因為捲嘴呼吸是這樣 我們在吐氣的時候 它尤其放在我們吐氣的時候 吐氣的時候 我們捲的嘴會怎麼樣 我們裡面的壓力會大 因為你的氣想要跑出來 可是它只有一個小洞可以出來 跟我們用兩邊的鼻孔 或是說用髒的嘴巴 那個洞是不一樣大的 對 所以我們髒了一個小小的嘴巴 那個壓力大 它就造成了一個所謂的 鎮壓 就是說吐氣的鎮壓 吐氣的鎮壓是什麼意思 我簡單地解釋就是說 我們假設那些肺 就是說肺部有一些慢性疾病的人 它的一些小的氣管 已經有點窄窄的了 小的支氣管已經有點窄窄的 細支氣管 你在吐氣的時候 它會進一步把這個小的支氣管 給壓扁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吐氣的時候 胸腔你們的壓力會變 它會把它壓扁 所以這個時候你 稍微阻止一下空氣出來 讓它慢慢地吐出來 它可以給它一個正向的鎮壓 讓二氧化碳排得更乾淨 最簡單講就是說 你如果可以搭配 富士呼吸加撅嘴呼吸 你就可以不但地 把我們的氧氣最大的吸收 也可以盡可能 把二氧化碳排得乾淨 難怪唱快歌的時候 通常都要這樣子 我們在練那個 富士呼吸的時候 都是 都是讓最短的時間去吸收 那個最好的氧氣 譬如說 狗呼吸好了 狗呼吸是這樣 但是如果人要去練這個 丹田唱歌的話就 嘿好 嘿好 全部都是在這邊 很快 可是這個就會練到 我們在唱快歌的時候 一些技巧 對 它很瞬間地要換氣 所以你在吐氣的時候 你就要把很好的戲 吸進來 幹嘛 怎樣 幹嘛 聽完它偶心立血的一個 一個講法之後 我竟然吐血 好啦 我們回歸主題 張醫師可不可以教我們大家 如何用正確的呼吸方式 來增加我們的肺活量 我當然有 這個名字比較長 我把它叫做 所以我這裡要請 我們的四位來賓 包括剛剛咳了一大口血的 柯帆哥 一起下場 然後我們來 來 做一下這個練習 好 好 好 下次請張醫師來教我們大家 呼吸 好 是的 我剛剛講到的 用腹式呼吸來吸 用追嘴來吐 怎麼做呢 來 現在大家跟著我一樣 把你的左手放在胸口上 把你的右手放在腹部上 你在呼吸的時候 你要感覺到你的腹 你的腹部是起來的 膨脹的 可是你的胸部不能動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才可以確定你的橫膈膜 在運動 它才有辦法動到你的下半部的肺泡 這樣子 所以我們 然後到時候我在吸的時候 我會 唸 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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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下 OK 那我們是用鼻子吸嗎 不過吸 吸 吸 吸三下 是在計時這樣子 所以吸 吸 吸 大家就跟著我吸 好 然後接著 撅嘴 現在吹口哨 然後我等一下會唸 吐 吐 等於就是說我們吐氣的時間 要是吸氣的兩倍 好 那我們先開始來一次正式的 好 我們向右轉 轉 好聽話 好 一樣 那手勢不變 摸著 左手摸胸 右手摸肚子 好 吸 吸 肚子要脹起來 有 吐 吐 肚子下去 胸口不要動 吐 吐 吐 你可以吐的話再盡量吐吧 吐乾淨 OK 好 大家大概都可以感覺到了 可以 我一直以為練肺活量是要吸的時候 盡量吸 沒有想到是要吐的時候 盡量吐 吐要吐得完 對 因為你吐得乾淨 你的二氧化碳才排得乾淨 所以它的功用是什麼 它的功用就是可以幫助你 我們盡量運用到 我們平常不太容易用到的肺泡 我很建議大家把這個運動交給 家裡有慢性肺病的長輩 這個過程就是在練習你的橫隔膜 當然也可以讓你的肺功能更好一點 因為肺功能是很多條件在一起的 不是只有你的橫隔膜的力量而已 它還要看你運用到的肺部的效率怎麼樣 是 家裡有長輩有一些慢性的肺病 是 早中晚三次 一次做大概十分鐘 早中 做得很久 好 謝謝詹醫師 謝謝大家 謝謝 下一題也是非常重要 最後一題了 衛福部的戒菸專線是哪一支 10800 636363 2 0800 005 107 3 0800 474580 請選擇 不會有人用636363 領我一起 還有那麼不幸運 Loser Loser 他這樣還戒而言不會長 你在想那行事其實是五八 就我幫你 來 每題都要都給我一個答案 2 5歲不會4 好不好 OK嗎 來 為什麼你們答案是2 雖然我個人比較偏好是3 3 但是還是一樣 為了要跟他們不一樣 我是因為覺得你說那我幫你 我才選這個 好 那我 OK 要說難得 我們有意見相同的 所以你們就是取那個諧音 對 4 7是想不到 對 而且確保我們可以拿走 一定會有一對拿回去 沒有 他們就上當了 兩隊的選擇都是3 他們的答案是否正確 都答錯了 96363 63 來 黃醫師 黃醫師已經笑到上氣不接下氣 真的假的 其實這三個專線 真是專線來了 是 是可以不一樣的目的 可以回到剛才的號碼 那三個給他們看一下 就知道這三個號碼是 是三個專線 是非常重要的專線 那我們從第三個號 答案講起 0800 474 580 對 那個是屬於4至10的專線 4至10 4至10 對 這取得太好了 太好了 對 第二個更好 你想得到什麼嗎 第二個是什麼 想不到 那個是 那個屬於 更年期 健康諮詢專線 更年期 005107是什麼 我要年輕 靈靈 我要年輕 我要年輕 靈靈 靈靈 我要年輕 靈靈 靈 更年期 我們男生也有更年期 他就是女生有更年期 他打了5107以後 他就會驚奇又來了嗎 沒有 要用一顆年輕的心 來面對你的更年期 更年期沒關係 但心態保持年輕 我要年輕 想得太好了 太棒了 OK 那6363 6363 來 開始要講歷史故事 要講一個林哲學 靜煙節是6月3號 對 對不對 在1839年 林哲學把鴉片燒掉 6月3號 所以我們6月3號為 靜煙 把鴉片燒掉 所以0800 6363 好的半天 好 所以這三個專線 真的是專線 更年期的記下來 四字的也記下來 戒嚴的也記下來 好 傑哥現在超餓完的 因為他知道6月3號是靜煙 對 林哲學 對 6月3號 太可惜了 真的 恭喜 全部都答對 獲得這個部分的勝利 我們全部都答對 答對了四題 每題都會答對了兩題 所以一樣 又是三比一的球數 我們只有三顆球 來 三顆都投進來 好 所以你們有六顆 都獎機會 你們有兩個都獎機會 1 2 因為我等一下抽這次 緊拍幹嘛 緊張 緊張 刺激 刺激 我們要請張醫師為我們抽出 今天的幸運 好 這樣我們四分之一 橫球 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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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帶回我們今天的精美好禮 這跟我們今天的主題 肺炎防止是真的是有相關 我們的籃球就是他們的三倍 對不對 所以抽到我們的機率就會比較大 所以你抽菸 愛吃燒烤 你得到肺炎的機會 就是人家的很多倍 真的太棒了 謝謝 健康這件事情 真的不能抱著僥倖的心態 看完今天的節目 我們知道健康的人生是掌握在 自己手中的 肺癌本身並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 如何面對以及預防它 相信透過我們今天的討論 也讓大家更加知道 如何保持我們的肺部健康 一起來守護全家人的健康 更多的健康資訊 要跟大家分享 請大家持續鎖定 醫學大聯盟 我們下次見 謝謝 謝謝大家 大家辛苦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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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